大家好,今天就來到油漆店 跟大家說一下油漆噴油窗的窗嘴的分別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款窗嘴 我集中說一下Gokko 因為主要是噴油窗,就說一下這個 你會看到很多窗嘴噴頭都會有三個數目字 譬如這個412 是什麼意思呢? 4乘以2,即是8 就代表它噴出來的闊度是8吋的範圍 後面的兩個數目字就代表它有多密度 所以你看到最好的例子就是拿一罐油漆出來 譬如這個412,這個有罐油漆 因為這個號碼是對上那支油漆的 噴多噴少的 譬如這個油漆的號碼 就是0.015至0.019 0.015 那我拿一個412,12就不適合用了 那我就要拿一個15的油漆 或者至19的油漆 就是油漆咀 這個就是19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買出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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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裙的那支 這支是我現在買的那支新款 那支是甚麼型呢 它們就會根據下面大部那些 當然根據你的油漆 根據你的窗咀 然後就選擇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有A主要有三支 紅色 綠色呢 就真是主要給這款的噴有窗的 藍色和黃色分別呢 黃色是更厲害的 藍色是更多的噴有窗 主要綠色是更多的 綠色是更多的 那支 最主要是更多的那支 藍色是更多的 大支 好 就這樣 多謝各位